日本是不用補班補課的 放假了就是放了不用還 今天2月4號禮拜六 台灣要補班 哈囉大家好 我是FIRST SACHA 大家好 大家有沒有覺得 日本人都非常的勤勉 好像都是工作狂 要請個一天的假 都不敢請假 好像奴姓很堅強的印象呢 想今天2月4號台灣有補班這回事 大部分的人今天雖然禮拜六都要上班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用一整年的休假來看 到底台灣跟日本的奴姓誰比較堅強呢 今天的影片是 台日假日PK到底誰才是奴 首先我們來比較台日的國定假日的數目 日本的國定假日 日文叫做 那日本一年有16天喔 那台灣則是19天 這樣是台灣省 那我們再來看2023年的休假總天數 誰比較多 日本今年總共有37天 台灣有39天 又是台灣省了 那我們再來比較2023年連假的單一最長天數 幾天 也就是一年當中最長的連假有幾天呢 日本最長的假日是年末年始 就是年末年始 也就是過年的休假 一般的公司行號都會從12月28號放到1月3號 那這樣子就有7天了 那台灣的最長連假呢 也是過年的時候 今年有10天的連假 也是死日本對不對 誒 都比日本多耶 那就是日本人比較奴嗎 但是台灣不能忘記有一個制度叫做補班補課 那大家應該印象很深刻 今年的2023年元旦後的第一個週六 彈性放假後就需要補班補課 我們看台灣的寒6日的國定假日機 彈性放假的總天數 行政院人士行政處公佈 2023年的行事曆 總放假日是116天 可是你們知道今年的補班補課有6天嗎 那事實上呢就變成了 116減掉6等於110天 那日本的寒6日 國定假日及彈性放假的總天數 日本有118天哦 既然日本比台灣多耶 那這時台灣人可能就會想問說 那日本的補班補課有幾天呢 我在這邊告訴大家 日本是不用補班補課的 放假了就是放了不用還 那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台日文化差異 日本法律上的彈性放假 跟台灣的彈性放假概念有一點不一樣 彈性放假的日文叫做 振替休日 那日本的彈性放假的意思是 日本一年有16個國民的休假 若這個16天的休假 剛好碰上星期天的話 那就是隔一天的禮拜一 再多補一天的假給你的意思 所以呢 日本是完全沒有補班的概念哦 那這點跟台灣的預計了休假 事後就要歸還的 彈性放假的概念是很不一樣的 回到剛剛的話題 講到日本今年有118天的休假 而且不像台灣需要扣掉補班的天數 就是10放就有118天 但是呢其實這樣子的總天數 還是日本已經少放不少假的哦 很驚訝吧 那可以看到這個2023年的一整年日本國地假日的表格 其中灰色的地方都是很不湊巧 果定假日剛好碰上禮拜六 所以也無法再補假 可以看到灰色有5天 所以事實上今年日本的118天 這樣子他已經少放掉了5天的假囉 那我們在反觀台灣的補假日 2023年的補班日有6個要上班上課的週六 分別有農曆春節228紀念日的清明節 端午節國慶日需要補班補課 那有看到台灣的網路上有人就發文抱怨 覺得民眾放連續假期 卻搞得像是借錢還線一樣 補班補課 我想全球應該只有台灣是首創的 那對於原PO的抱怨 不少網友認同表示 欸寧願不放連休 也不想要一個禮拜只能休一天 超爛 最討厭這種補班的 又不是大家都週休二日 只休一天接著上5天 真的心很累 竹康哥我們呆的外商 基本上都是直接放假 沒在補班耶 怎麼這些公司還是活得好好的啊 那但也有網友提出不同的看法 說多放的本來就要補啊 不然那天算無薪給你要嗎 也有人說我蠻喜歡的啊 或者是軍人無感 經歷過連續一個月的留守值班 不放假之後都覺得沒什麼 那你有沒有覺得台灣的彈性放假制度如何呢 我想知道大家的意見 那我們反觀日本 剛才有說到 其實2023年對日本人來說 也是放假非常不划算的一年 那振曉休日 彈性放假呢 就只有一天哦 也就是剛才表格上有出現的 1月2號 今年就只有這麼一天 因為剛好日本的過年 1月1號就遇上禮拜天 那就照這個振曉休日的規則 1月2號的禮拜一 就會補假給你 但是對於絕大多數日本人來說 1月1號到1月3號是 本來就過年間休假的日子 這樣子 補假的那一天就又浪費掉了 等於有補跟沒補差不多 那剛好今年 台灣跟日本都是 一個補班補課多 一個彈性放假少的狀況 那其實很多日本上班族 特休都用不完 但是呢通常期限有兩年 如果用不完就沒了 公司也不會給你錢哦 那對於今年2023年 台灣有6個補班篇的煎熬 網上就有人感嘆 竟然是彈性放假 就要更有彈性一點 希望政府讓民眾自行 決定是否連續休假 那大家的意見覺得怎麼樣呢 大家聽完今天以上的這些 你覺得到底是 日本比較奴 還是台灣比較奴呢 以下開放留言討論 歡迎大家來交流意見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也跟大家說一聲 今天補班補課 大家辛苦了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一定要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才有通知哦 然後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也 歡迎看看 也麻煩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你的鼓勵是我很大的動力 那我每天也有用FB、Instagram 用中日網分享各種的資訊 也歡迎追蹤 我還有日文的專門IG哦 也歡迎追蹤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了 掰掰 掰掰 跟台灣的糖性飯講 我們下集會